今天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 我们的旧金山记者要带观众一起去看看独立日烟火秀的准备情况 绚烂的烟火在夜空中绽放 这一激动人心的一幕即将在独立日的夜晚上演 3号上午,20多名烟火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在50号码头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工作人员搭建好放置发射筒的装置后 会按照烟火设计往里装不同的烟花弹 今年的独立日烟火秀与往年一样 将在旧金山39号码头附近的海滨表演 20分钟的一场烟火秀 需要超过1万颗烟花弹 通过两组共四艘舶船 分别停放在不同的地点在海面上发射 根据天气预报 独立日晚上8点前会起雾 民众都担心是否会影响烟火秀的效果 旧金山独立日烟火秀最佳的观看地点在于人码头附近 主办单位提醒驾船在水上观看的民众 不要太靠近燃放烟火的舶船 新唐记者韩宁林 萧然 旧金山采访报道